如果以后在他的团队中 有果冻这个暴墓存在的话 会是一番什么情况呢 他的团队 这个念头才刚刚冒出来 就好像三月的野草一样 疯长起来 怎么也无法抹去 虽然什么都没有想好 虽然连人家的团队 连任何打算都还没有 可是叶子的身体 就已经掉转码头 快步朝着果冻的方向 跑了过去 果冻继续打着熊怪 一只又一只 命运是他接触的第一款游戏 才进入游戏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把初始点数给弄错了 导致了他现在 实在是四不像 虽然几次都想山号重练 可是又舍不得已经练到十二级的人物 嘿 墨师 忽然在果冻的身边 响起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声音 他扭头一看 只见一个骑着红色小马的精灵 站在自己的身边 他脊背笔直 皮肤洁白 一双虎破色的眼睛仿佛璀的宝石一样 冲着自己微笑 而在他的马鞭上 跟着一头通体乌黑的豹子 正用同样虎破色的眼睛盯着自己 你好 猎人 叶茨笑咪咪地望着果冻 只见他偷偷地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 又看了看老三 这才谨慎地打着招呼 有事吗 叶茨立刻和他交易 将复活术摆了上去 有这本书吗 果不其然 果冻的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 他相信 这个小牧师一定知道这本书的价值 你要多少钱 果冻凝视着那本复活术好几秒以后 又抬起头望着叶茨 目光中除了谨慎外 还有一抹深深的惊喜 一万金币 叶茨随口说了一个价格 果冻一愣 然后脸色微微一变 接着 他又恋恋不舍地看了那本书一眼 毅然地结束了交易 抱歉 我没有那么多钱 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叶茨眯起了眼睛 唇边的笑容高深莫测 果冻扭过头 有些逻辑地开着玩笑 那你接受十年分期付款不 这回轮到叶茨 叶茨又向他发出了交易 将那本复活术放在了上面 然后按下了确认交易 果冻转过身 带着一点点怒气 我说了 我没钱 送给你 叶茨望着果冻那张 微微有些生气的脸 静静地说 果冻立刻愣在那里 甚至连刚才的话都没有说完 只是瞪大了眼睛 望着对面这个猎人 然后 他伸出了一根手指 扣了扣耳朵 不可置信地笑了笑 我是不是听错了 没有 我说这本书送给你 叶茨微笑起来 为什么 果冻惊讶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本书可是复活术 可是值 我知道 我天天跑拍卖行 这个我比你清楚 叶茨轻描淡写地堵住了果冻 继续要说的话 那 那为什么给我 为什么 叶茨抬起了头 眯着眼睛 想了一会儿 他总不能告诉他 你以后是整个命运都 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操作空拦都一流的牧师 我想要拉你入火吧 看你顺眼 觉得你这个人 可以深交 想了一会儿 叶茨如是说 这个答案 让果冻的眉头都皱了起来 看他顺眼 可以深交 就送复活术 这个人到底是有毛病 还是钱多的 没出送来 不过 虽然这么怀疑 却不得不说 叶茨的性格实在是 让果冻比较欣赏 他犹豫了一会儿 我说不定会删号的 那就当这本书浪费了 叶茨一脸不在乎 他就不信了 学了复活术 果冻还舍得删号 我可没有什么 可以交换的东西 更没有钱 我说了 我看你顺眼 想交你这个朋友 叶茨又一次重复自己刚才的话 果冻望着那本书 犹豫了好久 最终才咬着嘴唇 选择了同意交易 然后 他立刻朝着叶茨 发出了好友申请 叶茨同意 也叫他为好友 果冻一看见叶茨的名字 愣了一下 你就是公子幽 叶茨抓来抓头发 他好像以前 没有和果冻打过交道 他怎么一脸 原来就是你的奇怪表情 嗯 怎么了 果冻似乎这个时候 才放下了全部的戒备 望着叶茨的目光 也热烈了起来 你的操作太厉害了 我天天去看你的分解镜头的帖子 虽然我是牧师 但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什么帖子不帖子的 叶茨 障碍合上摸不着头脑 他最近忙着搓建 和练习生活技能 根本就没有上过论坛 他到底在说什么 果冻和人熟人起来 话就多了 他和叶茨 闲扯了一阵子 对于叶茨 越发信任和感激起来 公子 虽然说我玩游戏不怎么行 但是以后有事 你就叫我 这当然是叶茨 最巴之不得的事情了 两个人又说了几句 就各自离开 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虽然复活术送了出去 少了一大笔收入 不过 能交到果冻这个 未来的顶级牧师之一的人物 也算是 无有所值 从日落城 传送到洪湖城 夜次完成了今天的 日常任务之后 立刻就朝着 拍卖行奔去 他已经学会了 制作火焰剑 可是 这制作火焰剑的材料 却总是没有弄齐 他心里 多少有点着急 残酷地牢打穿以后 就可以去 冰冷湿地的其他副本了 在冰冷湿地这个副本权里 所有的怪物都是寒性的 火焰技能 火焰技能和有附加火焰伤害的武器 都能打出附加高伤害 有了火焰剑之后 还去冰冷湿地的其他副本 DPS又能提高很大一截 只是可惜 制作火焰剑需要用到的火焰碎精 在拍卖行里少得可怜 仅有的几颗都被夜次毫不眨眼地勾进了 只是 这点火焰碎精 距离夜次所需要的上限 还远远不够 就在他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斯文频道长了起来 传来了明月星兴奋不已的声音 姐姐 我的挖矿和锻造 都已经达到初级的50%了 夜次心里一惊 不是吧 初级的50% 命运里的生活技能 是十分难练的 这些生活技能 被划分为 学徒 初级 中级 高级 大师级 宗师级 以及大宗师级 七个等级 其中 学徒级升到初级 只需要 不停地采集 或者练习 就可以达到 但是 从初级到高级 每升一点 不但要耗费 大量的时间来练习 还要花费一定数量的金币 或者经验 而从高级以上 一直到大宗师级 除了继续耗费 时间 金钱 经验之外 每次提升一个级别 就要随机去完成一个 难度十分高的任务 明月星 是一个没有什么钱的玩家 他现在 能把锻造和挖矿 都升到初级的 百分之五十 看来花费了 相当可观的经验 你现在多少等级 十一级 明月星笑嘻嘻地回答 果然没错 游侠单练是很快的 加上叶茨经常教导 明月星技术 如果他一直练级 现在也能到十三四级了 可是现在 却还是十一级 他果然是拿了不少经验 去升级生活技能 唉 等级这么低 去挖矿的地图 会很危险吧 叶茨叹了一口气 没事的姐姐 我现在逃命的本事 很好的 你放心 我又不想练级 多没意思 还是挖矿锻造 有意思 明月星一点都不在乎 自己的等级经验 命运讲究的 就是每个人 塑造自己不同的 只属于自己的命运 有的人喜欢赚钱 有的人喜欢升级 有的人喜欢生活技能 各不相同 既然明月星 选择了做生活技能 叶茨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鼓励他 不要半途而废 明月星立刻 答应了下来 两个人说了几句闲话 明月星不经意地提起 自己现在 在灼热平原的边缘 挖矿呢 这让叶茨心里一动 灼热平原 是十五级到二十级的炼级区 那里矿产丰富 矿石的附加产品 就是火焰碎金 你手里有火焰碎金吗 有啊 太多了 我仓库都装不下了 这玩意儿是用来打造 附带火焰伤害武器的必需品 不过我现在 还没有这种武器的配方 本想存这一点 可是越来越多 我都想拿去买NPC了 明月星一说起自己的火焰碎金 眉头就皱起来了 看来真是苦恼 叶茨大喜过望 立刻说 别买NPC 你卖给我吧 五十斤一组 给我弄个二十组过来 姐姐要的话只管拿 说什么钱 你锻造也要钱 不用给我冲大房 我以后经常要拿的 叶茨也不听明月星的推辞 直接回绝了她的说法 然后立刻去邮箱 借了一千金给明月星 没过一会儿 明月星的邮件也到了 不过 多给了叶茨十组 火焰碎金 这回 无论叶茨说什么 都不要钱 叶茨只得 由她去了 现在都洗齐了 一次便抛开别的所有事情 专心下来做火焰剑了 这才做了十多组 却又接到了蜜语 这回是梦想身高一米七 两个人虽然只走过一次队 不过平时也经常联系 都也算得上是 关系好的朋友 公子 有空没有 来帮个忙长波 梦想身高一米七 说话很直接 从来不含糊 说 叶茨也不含糊 我有个任务 只能三个人做 要拿个东西 我想了半天 只有你最合适 所以想麻烦你 帮下忙 什么任务 梦想身高一米七 立刻将任务说明 发给了叶茨看 叶茨一看 是高山取物 这是法师 术师 都要做的一个 职业任务 是要去万宗山上 松洞的悬崖边的 一棵歪脖子松树上 取一件包裹 这个任务 不但考验平衡 更考验反应能力 接受任务的人 要从那 已经松洞的悬崖边上 爬到树上 去取一个包裹 在这里 如果稍稍 有点平衡不好 就会掉进 万丈悬崖 但是 就算你平安地 取了包裹 从枯树里面 立刻会爬出一条 十五级精英蟒蛇 抢走包裹 如果你不在 最快的速度内 吸引蟒蛇的仇恨 夺回包裹 那包裹 只能第二天 再来重做了 这个任务 如果在平地上 实在是 没什么难的 但是 要是在悬崖边上的 一棵歪脖子树上 那可就不好说了 叶茨记得 上一世 他也是在这个任务上 卡了几个礼拜 不知道 死了多少次 这才凑巧地 做好了 看来 梦想身高一米七 也是被这个任务 给卡住了 叶茨没有拒绝 痛快地就答应了 他又搓了几组火焰剑 修准了一下装备 就朝着万宗山奔去 传送还是很给力的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叶茨就已经到达了 万宗山的山下 而梦想身高一米七 和放开那个妹子 两个人正坐在山下的路口 正说话呢 他们看见叶茨来了 联盟起来打了个招呼 然后每个人都招出坐骑 朝着山顶奔去 又一次站在 松动的悬崖边的 那棵歪脖子树边上的时候 叶茨大有一种 恍如革梦的感觉 好像原来 做法师时候的 种种过往 立刻都浮现在了 眼前一般 她笑了笑 回头看了看 梦想身高一米七 和放开那个妹子 你们等着 我去拿 你可千万小心 我都死了 不下十次了 梦想身高一米七 说起这个任务 眉头就要皱起来了 让我们法系职业 来做这种高平衡的任务 这不是坑爹吗 放开那个妹子也说道 那条身出来 你速度跳回来 我立刻把它嘲讽住 你自己千万别掉下去 叶茨冲着两人 比了一个OK的动作 灵巧轻盈地 跳上了那颗歪脖子树 伸手就朝着那个包裹 看了过去 说时迟 那时快 追见一条 足有电线干粗的黑色蟒蛇 猛地从枯竖的洞里 窜了出来 吐着鲜红的杏子 用身子重重地 撞了一下叶茨 抬头就去叼那个包裹 梦想身高一米七 猛地见那条蟒蛇 窜了出来 吓得大叫一声 公子 小心啊 随后 就朝着蟒蛇 丢了一个寒冰箭过去 希望能把蟒蛇的仇恨 吸引过来 而放开那个妹子 更是急得跳脚 她是近战职业 根本没有远程攻击方式 啊 这怎么回事 上几次 明明没有出来的这么早啊 这谁安排的任务啊 坑爹呢 这次的蟒蛇 确实出来的很早 让几个人 都没有什么心理准备 还好 叶茨是重生的 还好 叶茨上辈子 是个法师 还好 叶茨这一次 是个猎人 知道这蟒蛇 出现的是弹性时间 平衡也很高 他灵巧地跳了起来 然后一个猛子冲下来 一把 就想去抓住 那个包裹 按照叶茨的想法 只要他 能够落下来 无论是枯树 还是蛇身上 给他一个着力点 他就能弹回 悬崖边上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就在叶茨 落下来的那一瞬间 电光火石 往事忽然伸出了 很长的一节身子 朝上一卷 就将叶茨 紧紧地 卷了起来 虽然经过了 上一世法师 那么多次的演练 可是这 突如其来的变化 开始让叶茨 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地 要抽身脱开 可是却没想到 那马上将叶茨 卷得更紧了 这变化 只在眨眼之间 梦想身高一米七 这回是真的 吓得尖叫出声 公子 小心 放开那个妹子 也立刻 就趴在地上 看出身子 要去抓叶茨 公子 快点把手递给我 抓住我 而先前 梦想身高一米七 丢出的寒冰箭 这个时候 正好落在了 蟒蛇的身上 他大嘴一张 愤怒地 嘶吼起来 而叼在嘴里的包裹 这时 就落了下来 也曾立刻 伸手一接 那包裹便 稳稳地 落在他的手里 接着 他反手一丢 包裹便丢上了悬崖 蟒蛇回头 冲着两人 喷出一口毒气 然后便卷着叶子 朝着悬崖下面 落了下去